MING PAO Tissen 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那种是一个 春夏服饰的分享 之前其实挺多朋友让我初穿搭的 这一次就是把我春夏换机 买的一些新的服饰 然后进行一些点赞的搭配 其实平时的话就穿一些休闲类的衣服吧 也是对 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追求一些比较浮夸一点的 或者说就全黑的那种 然后现在你年纪大了 简单舒适就好 哎我的头发 总之呢我就是还蛮想做这种类型的视频的 因为我对衣服的热情 真的是其实远远的超过了化妆品的 我可以一个月不买化妆品 但绝对不能一个月不买衣服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吧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继续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叮 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 呃优衣库 对 我今年真的是在优衣库买了超多衣服 然后第一件要讲的是一件T恤 是这个 这样子的T恤 这件T恤如果大家有关注我的微博的话 也有看到我已经有穿过发过照片 它这个系列T恤呢都是日式拉面的有关的一个印花 然后我觉得这件就比较有特色一点 它的料子也特别的舒服 我觉得它就特别衬肤色有没有 就是说米白色不是那种死白 然后也不是说本白色就特别特别衬肤色 它这个的话是男款嘛 但是女生其实也可以穿 然后我之前买的是M嘛 就穿的是比较宽松的那一种 我们下一个要 也还是优衣库的一个T恤 这样 这个乐高系列 你看这一件的话呢 它的颜色就相比刚刚那件就属于有点本白色的 这件呢是优衣库跟乐高的一个合作款 它这胸前就一个小口袋 然后有一个乐高的一个刺绣 然后呢它的背后就很可爱啦 背后就是也有很多种印花 就是乐高的各种标志印花 然后我买的是S麻的 因为这件的话它算是比较那种普通的T恤嘛 我就想要它稍微的修身一些 对没有那么宽松了 这一件的话相比刚刚那一件米白色那一件 那么它的材质会稍微便宜一些 没有那么柔软 对 然后下面一件是一件这样子的一个 针织类的短袖 它是有点Polo领的 然后它是针织的那种 看一下 可以对焦到这吗 这一款是也是男款的 然后我买的是S麻 然后但它因为这种白色 它就稍微有点透这种针织 然后里面就必须要穿一个打底 对 然后下面一件呢是 给大家讲 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 这件 看一下哦 是这个颜色的 这种颜色的一个T恤 大家猜一下多少钱 我买的 我第二牌都没有拆 39耶各位 这个的话稍微有点土黄 姜黄色吧 应该算是这种 然后穿上的特别显白 它料子是那种绵绵的一种料子 它品名上面呢是写着也是一件POLO衫 那这件POLO的跟刚刚这个男款的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前面的话呢就直接是一个小V领的 它这个袖的这边呢是稍微有点蝙蝠袖的那种 就也是超级宽大 因为这件我买的是XL嘛 女款的XL嘛 我觉得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 超高 那刚刚说的像这个一种颜色啊 土黄啊 橘黄啊 就超级显白对吧 像我身上这件也是 超显白 然后我身上这件呢 是优衣库跟U系列的一个合作款 然后这件我是买的 男款的M码 他买到了 S码就到处都已经买不到了 我要买的时候 它这系列的这个衬衫 它的版型真的是蛮好看的 也不怎么挑人 这件M码 它其实是对我来说有点点大了 对于我这种追求宽松的人都已经有点大了 对 其实可以S码就够穿了 已经足够oversize了 我还买了一个颜色是这个白色的 这件白色呢 我买的是S码的 它也是穿上非常的boyfriend风格嘛 就是超级好看 真的就是超级好看的 真的我觉得我安理衣服的时候 整个状态都非常的 很high 它这个料子真的是特别舒服 我看一下它这个 牌上有写说是50%的棉和50%的莫大尔纤维 然后另外两件那种条纹那个画 好像是会比较的厚一点 比较硬一点的那种 材质不太一样 然后这就是两件这个衬衫 大家可以看到就真的是颜色超级显白 我当时在试一件试的时候真的 一下子觉得天哪都被自己吓到好吗 怎么这么白啊 我说这块也没人想打我 然后呢我还在优衣裤买一双这个凉鞋 它就是有两个这种魔术贴的这种 就是特别基础的款 然后呢我觉得夏天吧 你就下面穿那种比较彩色的袜子啊 就可以跟你衣服搭配 就特别好看 特别百搭这个凉鞋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穿这种 成为有点底的那种 像它这个的话底就刚刚好 就不会很薄 也是比较 穿着也是比较舒服的 这个鞋子推荐给大家 但是也挺便宜的这种 好像说一百多块钱这种鞋 特别好看 那下面一个呢 我要讲的是一件T恤咯 这个T恤的话呢是一件 可口可乐 我作为可口可乐的狂粉呢 它联名四列我当然是要买啦 这个呢这件T恤呢是太平鸟 跟可口可乐的一个里面款 然后它在吊牌我都没有摘还 超级可爱好多哦 很好看 看你看看超级可爱 最后呢它最近呢重点 你觉得它前面这么普通 就一个可口可乐而已 有什么好买的 但是你看它后面 超可爱好吗 请喝可口可乐 这么可爱怎么可以不买 你再看的话呢 它这边呢后边呢是有两块 诶去哪里 这后边呢其实是一个拼接的 它中间这个请喝口可 是印花的一个 旁边这两片呢是这种刺绣的 对 它领口的位置就这一块 多出来了一些些 就很可爱有这种 这种小心思在这里 超级酷 平和可口可乐 好低 哎呦妈的了 这件的话它也是太平鸟男装的 然后我这件买的码是 AOMA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再大一些 因为我这个穿的其实有点短 我觉得 但其实AOMA的话 大家女生穿的话 就绰绰有余了 懂 对 要看个人 你如果是追求那种 非常oversize的话 就可以买大一点 也无所谓 就是近几年那个 大家也知道 太平鸟就是越做越好看了 对吧 它就是已经一改它之前 那种淑女风 就开始变得街头一些 变得休闲 就跟大众一些 这种太平鸟就是 各种碎花 各种花的裙子 然后非常淑女 就是我永远都不会穿的那种类的 那它近几年就真的是转型的 非常好 我觉得 好看 眉毛 OK 下面一个就讲一下 ZARA 我在ZARA买的什么呢 下面呢 是一个这个 波典的一件衬衫 它其实不算 不是衬衫啊 它是长款 是衬衫裙 今天波典我就觉得 非常的复古 这种大波典的 超级复古 我今年还是非常喜欢 波典的这种 元素的衣服的 然后最近也买的挺多的 然后你可以有好几种 穿着的方法 就是可以把它当做裙子穿 然后呢 也可以给它 就塞进去 当做衬衫穿 它当衬衫穿的话呢 因为它垂坠性比较好 所以你穿上的话 就特别享受 它背面呢 这一块呢 也是有个拼接 拼接了一个 稍微小一点的波典 它下面 上面波典会大一些 下面波典是小一些的 然后下面有一点这种 白褶的这种感觉 这件买的尺码是M码 它的料子真是非常滑 然后非常凉快的那种感觉 对 就完全不会觉得蒙热 这个面料的表面 是有一点这种暗纹的 你不知道可以不看得到 是有一些这种暗纹的设计了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在打折 打对折吧 好像是原价是399 然后打下来200块钱 下面一件是一件裙子 这样的一个裙子 这件呢 我上次是拍上一个视频 那个化妆视频的时候穿着的 它其实这边呢 是有一个扣子的这样子一条裙子 超好看也是 这件的话呢 是看一下 我买的是XS码 然后呢 它这条裙子 它的料子是那种 亚麻质地的 是一种稍微亚麻质地的 也是非常透气的那种 对 但它就是会比较容易重嘛 这种亚麻 袖子这里呢 它是有点泡泡袖 有点公主袖的感觉 这里 这个V领其实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穿的时候 其实下面会穿一个这种打底 这条裙子就真的挺好看的 它下面也还有个口袋 然后这条裙子 其实我不太适合单穿它 因为会整个会变得一种 女生 就比较娘的氛围 因为我走的路线是娘mashing 好吗 平时穿的话呢 会比较喜欢外面搭一件外套 然后穿一个帆布鞋 就比较休闲 然后酷酷的少女这种风格 它这个裙摆呢 里面还有一个内衬 就是稍微有点点蓬蓬的 就还挺好看 然后这件我当时是在宁波 宁波买的嘛 但后来回来重庆之后 好像也没有看到有店在卖这一件 好像在卖的一般就是那种 它同系列吊带的那一款 也是这种扣子的 木扣 对 但我觉得这一件的话会 对我来说会比那个吊带的更实穿一些 这件真正的Polo衫呢 也是非常显瘦的 然后料子呢 是那种非常冰凉 冰冰滑滑的那种真正的料子 它质量还是挺好的 就是面料也非常厚实 然后它弹性也超级好 那这些黑色的话呢 就会比较百搭一些 所以呢我还是挺喜欢的 就非常修身 也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一个 一个这种P 它下面一个呢 又是一件这种颜色的 这个T恤 这件T恤呢 也非常好看 它的料子呢 是那种非常柔软 非常柔软的那种 然后它的版型呢 就是比较小的那种 你穿上呢 会比较修身 然后比较显身材一些 这件比较特别呢 就是把它在这袖口这里呢 一个这个包边给它放在外边了 就还挺可爱的 这个颜色真的超的显白 超显白 它下摆是稍微这种 有些长的 有点圆的这种下摆 我真的我经历还挺沉迷 这种颜色太显白了 然后下面一个呢 要给大家讲的是网店的 基本是葱家的衣服 葱哥家的话呢 我是从大一的时候 就开始买了吧 他们家其实也做了挺多年的了 然后呢 我一直就是挺喜欢他们家风格 他们家就主打的是一件 比较特色的 图案面料 然后以及比较独厕的一些版型啊 这样子嘛 之前也有做过他们家的 湿衣模特 他们就给我寄过来一件衣服 也没有收什么推广费啊 什么的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几件我特别喜欢的 第一件呢 我真的超喜欢的呢 是这个这一件 其实算是有点衬衫裙吧 因为它其实长度还是挺长的 这条的话可以你单穿 因为它也有送一个 这个腰带在里面 就其实单穿也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我会比较喜欢 把它当做一件非常宽松的 一个衬衫 还是打我最爱的 那个护肤牛仔铺 就非常好看 而且它的图案嘛 就是稍微有些一种 多普的 对 然后比较酷穿上 然后它这扣子这边的这种 也是比较复古可爱的 这种蓝色的一个小扣子 这个料子也是非常薄的 那一种 对 非常凉快 穿上 这件我真的还挺喜欢的 这个 然后呢 它有一件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 这件的话 它是一个长袖的 它跟刚刚那个短袖的图案是一样 但是它的面料是非常不一样 这件长袖的面料呢 是比较厚实的那一种 这件衣服呢 它整个衣服就是非常宽的那一种 真的是特别宽 然后它的胸围也是超大 非常不挑身材的 大家都可以穿 真的是特别显瘦 我上身都有被它经验到 它这个袖子呢 是稍微有一种那种 呃 蝙蝠袖的这种 您这件版型真的特别好看 我觉得我的形容四件 就是太匮乏了 所有的推荐给大家都是太好看了 太显瘦了 真的这件真的超好看 这件的话是他们做的一个 改良旗袍的吧 一件这种款式 然后这边有这种 盘扣啊 这种扣子 就还挺别致的 然后这件的话呢 它的料子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诚心 然后有一种蓝色 这种blingbling的 这件料子真的是没话讲 然后它这里面呢 还有做一个这种内衬 它的面料就是非常厚实那一种 它这个袖子的话 其实也是蛮长的 大概穿上是有点 七分袖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件的话呢 它这个下摆呢 这里呢 有一个这种开叉 这开叉挺高 就非常性感穿上 我觉得我个人 不太适合这件衣服 因为我现在头发的颜色 就跟这个颜色可能不太搭 它这个颜色真的还是蛮酷的 对吧 它这个面料超级酷 有这种反光的 这种在里面 就 我觉得这件 你看这件衣服就笨地 就真的是 你是50到中最亮的那一颗 然后下面这件的话呢 就是非常轻薄的 跟刚刚那件起泡笔 它这领口周里呢 也有做一个总扣 然后这一款的话呢 真的算是他们家的长青款了吧 我记得是16年 还是19年的时候 反正我有买得过 他们家这个系列的一个外套 就是一件红色 然后穿去了全之龙的演唱会 对 也是这非常耀眼 然后这件衣服呢 就真的是 料子非常轻薄的 就是非常飘逸穿上 它是一个连衣裙的那一种 对 然后它的位置的话 穿上大概刚好 在那个丝盖那块 就非常的仙腿长 他们家这个鲜盒装 我觉得都非常好看 然后像夏天的话 你选一个这个的话 就真的 你就直接一套 就会出门了 然后又比较的 有特色图案的吧 就还是挺好看的这一件 你看 然后它的版也是 就是蛮宽松的那一种 三个一件的话 我觉得 是一件非常挑人的衣服 是这样的一件衬衫 如果你有买过 从哥家的衣服的话 你就会知道 他们家就是那种 比较壮色 然后色彩比较跳跃的 然后它的图案呢 也都比较有特色的 对 然后这一件的话呢 也算是一个 非常大胆的一件衣服 也非常挑人 其实这个衣服 但是这件的话 也是可以 给大家穿的很好看的 就是 也是非常复古 这种 vintage的那种感觉 就衬衫 然后呢 你可以给它做开衫 它的料子呢 是稍微比较透的 然后比较薄的那一种 就 对 然后这个衣服 就真的就非常适合 那种 比如说你去度假 去海岛 然后就可以拿这件衣服 外搭 当一个防晒服那样子 就非常好看 但我还是挺喜欢的 这个绿的颜色 就比较特别 然后还有一个这种 背心 这个背心呢 我觉得它 它这个形特别的好看 因为它这个吊带呢 前面是只有平的嘛 然后它整个这个两根吊带 也是在很很侧边的 其实你如果外面搭外套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个抹凶的感觉 从外面看过去 它这个这边的话 前面是这种一字的 所以它也不会说很露啊之类的 然后它同款呢 还有一个白色的 但这个白色呢 我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太白了 就是这种死白的感觉 就是做打底会比较好 就穿在这种比较透的衣服里面 会比较好 然后呢 下面一个呢 就是这个 一条牛仔裤 有这种 雪花的这种牛仔 有一点 因为这个比较复古的 对 然后它的裤管特别大 我穿上的是把它下面卷起来的 就是它达到一个五分裤 就刚好在膝盖这 膝盖上面也行 就会比较显瘦一点 把你小腿拉起来 更长一点看起来 它是高腰的嘛 而且它的裤管是比较大 所以呢 你上边穿一个那种短款的 T恤啊 修身一些的 会显得你腰很细 腿很长 它这个人 看起来 咱们 不管定 一喧嘩で距離の出来たあの子 負け戻らない時計の戦車 生きて 生きて 生きているの 吸って吐いてを繰り返して 引きつってまた何でも傷つくよ 生きて 生きて 生きているよ どうすかのはずもない夢を でもどうか信じていたんだ 見せぬ間に消えてた I know what this is the world I know what this is 本当じゃお腹は膨らまないから I know what this is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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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回る星の上 誰かの絵も影 涙を流す人もいて それも知ってるけど あたしの毎日はあたしで素晴しいし めえ臨時 くまう暇をごまえ座ったんだ 大人になるってことは 赤ちゃまになるよ 今日も落ち着くことでしょ 学校目学校目 籠に入れられた鳥のように 僕らは大して自由でも 自由でもない世界に生きて 我が胸をギルミルスリッツ 辛くなることもあるよ どとしてもそう 何とか生きていけるように めでるよ ダ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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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僕を 俺の前に生きてた あのベローaktistaは 夜の地下和 落とちゃ無理 ふくらまなった裏 全長のigh 手に居る成長の 頭痛autres 傷つきたくないから また傷つける 意外ままの僕は だいぶんだけ上手くなる 人のことばかりって思いまでもウィズイとする 僕は誰のための僕か分からなくなる 胸の間で聞いてたあのアーティストは 朝じゃいなくは袋もないから 胸の間で聞いてたあのアーティストは 僕も眠い蝴は またちゃんのごろふくらまないだろう 夢がもる 見えたスカイが霞む 遠くる もしシフルを打つ 遠くる 遠くる もしシフルを 遠くる もしシフルを So why? So anymore? 这个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样子的视频的话 就请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 之后可以多做一些服饰范围分享 因为我的衣服还在边边不断的在路上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 大家能够多给我评论 弹幕然后收藏 投币然后还有不要忘了 点赞哦 好我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子啦 拜拜下次见 by bwd6 by bwd6 by bwd6